大家好,歡迎收看咸輝的頻道 現在差不多到正月十五了 過了元宵節,就算過了整個春節 趁著加上是龍年的春節 跟你們介紹一個跟龍九關的地方 說起這個地方很厲害 我可以說整個廣州的龍都在這裡 因為這個地方就叫聚龍村 全都在這裡 在聚龍村牌坊後面的廣場 就有一堆龍民的地磚 地磚上面的龍是沒有重複的 而且到廣場的正中間 還有一個圓形的雕塑 上面全部都是龍 所以說整個廣州的龍都在這裡 因為這裡真的很多用龍形去做的裝飾 在聚龍村之所以要加個古字 因為這條村是清朝的時候建的 到家就有140多年歷史 以前是一個組織台山的曠時家族 住在這裡 所以聚龍村又叫做鄺家村 但是由於近代的中國就比較動蕩 很多鄺氏家族的人 在廣州龍坑的時候就出去了避難 沒有再回來 而且這條村大大話話 都有百多年那麼久 又年久失收 所以聚龍村加下就只有19家屋在這裡 連祠堂都沒有鬼買 但以為真的挺可憐 現在看到這裡這麼精緻 是因為這條村 早幾年政府就給了一筆錢 進行大收 不然到家下 這條村應該都是脫皮脫骨 以上的這些內容 都是聚龍村裡面的介紹 我就是這樣 照版主觀地說一下 沒有寫出來的 在今時今日 在庄龍村這十九間屋 基本上都是私人住宅 只有一間是會對外開放 而且是要預約的 還有這些私人住宅裡面 就只有一間是礦市的後人在這裡住 其餘那些就多數是公司 私房財盤 工作室 或者租了給那些外地人住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這條村在未修復 未掛文物牌之前 那些屋子的居住環境十分之惡劣 沒有移居到外國的抗市後人 都不在這裡住 是住了政府安排的屋 這些資訊是在拍這條片的時候 剛巧一位抗市家族的人在這裡說的 講起廣州的古建築 真是古那種 騎樓不算的 就肯定離不開西關大屋 大屋都有些很統一的特點 首先就是屋全部都是用青磚建的 所以這些屋的顏色全部都差不多 又青又灰的樣子 屋頂基本上都是硬山頂 有沒有鑊椅就不一定 那一塊地就肯定是用一些花光銀鋪的 窗門就肯定是用木整的 事關嶺藍就比較多樹木 而且這裡的木雕就比較出名 可以說是藝術品例 有錢老的家就肯定有這些東西 窗門都做到好像工藝品 因為窗是放在外面 要給人看的 還有這一類的大屋 最出名的應該是 這些會卡住小孩的頭 在裡面的窗門 這些東西有多出名呢 在上下九 差不多到泥灣廣場那裡 有個這樣的銅像 就是一個小孩卡住了頭 在窗門裡面 說回這些窗門 其實這些大屋都是三重門 由外到內 就依次是角門 窗門門和大門 全部大屋都有的 而且每間大屋的屋簷 或者陽台上面 都會有些灰雕在這裡 這個都可以算得上是廣東的特色 就算了 那聚龍村這邊的大屋 有沒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都算有的 就是這些一粒粒綠色的東西 這些其實就是 煙通和排雨水的管道 只不過這裡就 將它用陶瓷包起來 看起來就順眼很多 和那些舊屋就變得比較合 從江碎到家下 這裡的一磚一瓦 都爛了又爛了 換了一批又一批 那時候的東西就已經不在了 只有那時候的生命一直流傳到家下 在村裡內外 都有很多這樣的大樹 特別是中間的這幾棵 那些榕樹就由一個樹仔 就變成老樹 這樣就見證著這條村的變遷 村的介紹就是 有說村名裡面最濃的兩個字 是怎樣得來的 說是因為那時候 滑地的時候 就滑出了一些紅色的水 那時候那些人 就覺得是龍出血了 自行坐中了那條龍脈 這裡就是龍脈的所在 在這裡安家羅湖 日後就會大富大貴 在那時候 估計龍脈就是外面的蔥 但你們今天看看 這條龍脈應該是他們 那時候種的樹 因為這些大樹的根 都好像盤蒙一樣 紮根在大地之上 歷經百五 身身不適 在最後 說說這條龍脈 在哪裏 賣芳村的 乘坐地鐵 去到花地灣 或者沙蔥的站 就錄車 出來之後 都是走一公里多些 就到了 如果是乘坐990號巴士 就可以去到村口的旁邊 聚龍村 雖然不是廣州所謂的古村 但基本上是沒有什麼遊客 首先這裡不是一個旅遊點 只不過是一個還有人住的古民居 而且這裡真的沒有東西玩 沒有東西吃和看的 在今年的春節 就有很多外省的人 去到廣州玩 到處都是說國語的人 在這裡 只會來不時聽到 有幾個人在說廣東話 拍照 整個環境就十分安靜 農年春節就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